我们这一届开始讲灵界的创造 灵界的创造 这个是伯格夫《七轮神学》的第141页到149页 这一段讲天使和邪灵的 按照伯格夫的这种的经验研究方法 他先给我们走过教会历史中的天使观 包括我把它划为14段 第一早期教会和早期教父 很明显的 新月时期教会一开始就相信有天使的 有的天使是好的 有的天使是邪恶的就是邪灵 第一种的天使是被信徒尊重的 他们是在一种高贵的order 就是上帝设定他们在一个很高贵的职份 他们有道德的自由 就是说他们的心是圣洁的 他们是现身或者是尾身或者是分别出来 喜乐的服侍神的 神也是用他们来服侍人类 为了人类的幸福来服侍他们 按照某一些的早期教父 就是有少数的早期教父认为 天使有比人更细的 fine ethereal 数天的 数灵的身体 简单的说 有些教父认为天使有身体的 下面各位会看到 很少神学家认为天使是有身体的 一般的信念乃是说呢 所有的天使被造的时候都是善道 但是有一些的天使 勿用了他们的自由 就堕落了 撒旦本来是一个比较高地位的天使 撒旦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的头 为什么天使会堕落呢 因为骄傲和野心 而其他的邪灵的堕落 有人说有教父说 是因为他们向人的女儿有欲望 这个观点是来自当时 对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的 错误的解释 或者我们现在来看是错误的 就是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是谁呢 假如是神的儿子是天使 人的女儿是人类的女性的话 那天使跟人生出来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是塞特的儿子孙子爱上了该隐的女儿 不然的话是非人跟人结合生出来的 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有某一些的家父们认为 有一些的天使堕落是因为他们爱上了人间的女儿 一般的都认为好的天使是服侍信徒们的 为了信徒们的需要 为了信徒们的好处 服侍信徒的 那这个是普遍被接收的 那下面还有一点是有少数的教父认为 就是说Guardian Angels 保护人的天使 就是说个别的教会有个别的守会天使 个别个人有个人的守会的天使的 那这个不是一般被接收的 那在西方的天主教啊 或者一般的社会上 Guardian Angels 守会的天使呢 是一个很普遍的概念 不直接来自圣经 好了 那人间的苦难 比方说病痛 意外 损失 往往都认为是邪灵的 不良的影响 所导致的 那这个就很像我们中国人 就是说西方除了基督教以外 也有其他的世俗的影响的 在 埃及 亚利三太的格力缅的思想 那个大概是祖后225年上下 格力缅 埃及的格力缅 就开始说到天使是有等级的 但是天使 人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 那这个是早期的 很早的教父都说了 所有的天使都是好的 有些堕落了 天使是服侍人的 也是服侍神的 好的天使呢 特别服侍信徒的 天使是分等级的 大部分不相信天使是有身体的 后来 就有一些的基督徒呢 对不起 就是进到了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 基督徒仍然相信 天使是蒙父的灵 就是说他们是善的 在知识上比人是超越过人的 他们知道一些人不知道的东西 也不被身体 物质的身体所约束 虽然还是有一些认为 天使是有身体的 但是越来越多人怀疑 天使有没有身体 相信天使有身体的人呢 大概是因为 为保护有个信念 就是天使还是受到空间所限制的 好了 那这个是整件事情 天使论的一个的开始 有一位 Dionysius的Ariopagite 他就把天使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宝座 Cherubim Seraphim 萨拉菲等等 第二种呢 就是诠释的 有位的 对不起 全能 Might's Dominion's Power 第三种就是 有位的大天使和天使 他就用圣经一些的字呢 排成三种的等级 第一种呢 是与上帝有最亲密的交通的 第二种呢 是由第一种来启蒙的 第三种是由第二种启蒙的 后来的某一些作家 也分着三种等级 这个当然完全是猜测的了 第三 阿古斯丁 阿古斯丁就强调 好的天使呢 因为他们的顺服的缘故 上帝就赏赐给他们坚忍的恩赐 再来 因为他们顺服 所以上帝就使他们坚忍 这个是一个恩赐 这个恩典 作为奖赏 这样子呢 他们就确定的 不会再堕落了 天使因为顺服 所以上帝使他们坚忍 就不会再堕落了 撒旦的堕落是因为骄傲 但是其他的邪灵 是为什么堕落呢 后来因为创世纪 第六章第二节的解释 比较完善 就不再说是因为他们 脸目人的儿女儿了 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 仍然是在人间 造成好的影响的 堕落的天使呢 就是来败坏人心的 是刺激人 相信异端 或者甚至乎是造成 病痛跟 跟祸害的 阿古斯丁 最重要的是 天使顺服 因此坚忍 这个观念 因为在君寺丹丁皇 信主之后 就是312之后 越来越多 罗马帝国的公民 或者居民信基督教 所以这些多神论的 多神教的信仰 慢慢就进到教会里面 也就是说呢 人们开始敬拜天使了 这种敬拜天使呢 在第四世纪的老底家会议 就被定为是异端 所以人是不可以敬拜天使的 第五中世纪 中古时期 在中古时期还是有某一些的人相信天使是有身体的 但是一般的来说 他们相信天使是没有身体的 有些人是这样解释天使向人的显现 他说在这些特别的情况呢 因为上帝的启示的目的的缘故 这些天使呢 就穿上了 暂时穿上身体 顺便我提一提这个题外话 一般的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 相信天使是男的 你相信天使是男还是女的 画出来都是男的 哪里都有 相信有没有所有女的 不过你看索多玛那个事情 就知道他们是男的 至少那几个是男的 他们是同性恋者嘛 对不对 索多玛的那些居民 这些事情没有说天使是女的 OK 第六 经愿主义 在经愿主义时期 也就是在祖后一迁之后 有一些的争辩 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呢 多数人的观点是 他们是跟物质世界被造的时候 一起被造的 那天使被造的时候 他们的状况是怎么的呢 有些说是在一种恩典的状况 就是已经得救的 但是比较大多数的意见是 他们被造的时候是一种 natural perfection 一种自然的完美 就是说不是说已经被肯定 坚韧在恩典中 在救赎中的 不是的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自然的完美 我在猜想 很可能这个是因为他们相信人被造的时候也是有自然的完全 而没有恩典 自然跟恩典 自然跟恩典就取代了物质与形式 就希腊的那个下面的物质 下面有形式或者有存有 到了中世纪的时候 下面是自然 上面是恩典 也就是说因为受到了亚利斯多特的哲学的影响 天主教 中古时期天主教 他就把宇宙分为下面的自然 上面的恩典 最典型的就是阿奎闹 他认为自然的部分 自然的范围就是说 人透过自然 就是透过自然的理性 可以证明神的存在道 但是假如你要知道上帝是三维一体 要知道十字教的救赎等等 你就要在恩典的范围 就是说要听天主教的教导 这个自然和恩典 你一直到加尔文的时期 加尔文的著作里面 你都看到有的时候 他用自然跟恩典做对照的 很自然的 很自发性的 自然跟恩典 就成为一种对照的方法 这个二分法 至于天使师父可以在一个地方的呢 这方面呢 一般来说是的 但是呢 他们呢 在某一个地点的那个临在呢 就怎么说 就不像我们人 他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就可以飞的意思 好了 那这个经验主义里面 又分阿快拿的派 就是多玛派 圣多玛阿快拿 和Don Scotus 斯可托派 这两派 他们正生什么的呢 第三十页 他们都相信天使的知识是有限的 但是阿快拿派跟斯多斯可托派 他们认为天使的这个知识 是那个本质什么呢 就不一样了 他们都相信 天使被造的时候呢 上帝就灌注了知识给他们的 infused 但是 阿快拿不承认 天使可以透过自己的理性 得到更多的知识 而斯可托认为他们是可以的 阿快拿认为 天使的知识呢 是纯粹的直觉的 但是呢 斯可托的认为 天使可以透过 透过思考 讨论 讨论 透过思考 得到更多的知识的 你觉得这些讨论很无聊吗 很猜测性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天使是 有没有动头脑才知道东西的呢 圣经应该没有讲嘛 那这些的讨论呢 肯定跟他们这个宇宙观有关 就是人 天使 神 就好像我们说那个 放射论的那种的观念 就是说 神 天使 人 是在不同的存有 或者存在的境界里的 所以他们就讨论 那人是这个样子的 那人又怎么样呢 人会被永恒拉上去的 又会被他的受性 或者这个缺陷 与生俱来的缺陷 拉下去的 那天使又比人高一点 比神低一点 那所以他们的知识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就会讨论 当时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发达的时期 但是呢 的确是哲学讨论 辩论 逻辑 修持学 用逻辑来辩论 一个很发达的时期 所以到了今天21世纪呢 特别是美国很多的 你假如要读 纯哲学 形而上学 知识论 这种的哲学的话 天主教大学的哲学系 还是最好的去处之一 除了一些有名的哈佛耶鲁 普林斯路那种大学以外呢 天主教的大学的哲学系很强呢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那些神父啊 特别是那些比较聪明的神父呢 从中学时期就训练他们 读哲学 读他们的系统神学道 就是在思考很多很多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西方可以买得到一套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西方哲学史 Coppelston写道 他是耶稣会的 天主教耶稣会的神父 本来是一本一本小小的 十到十一本 现在每三卷盯成一本 已经写完了 而且天主教因为他认为 人透过自然的理性 可以认识神吗 所以哲学跟神学 这界限就很不容易分了 也就是说呢 很多的神父是很懂哲学的 他们认为这样子是服侍神 认识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跟我们今天这种的 改革中神学的哲学差得很远啊 他们所研究的比我们研究的多很多 就是从简单的说 他们是帕拉图跟亚利斯多德 两派的专家 那为什么 你又问了 为什么欧洲的教会 特别是天主教时期 又会跑去研究这么多的亚利斯多德呢 其实到了主后六百年 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 欧洲的文明是非常的低落的 今天的德国这些地方 北欧的地方呢 当时呢 农民也不愿意耕田了 就像今天中国的西部一样 很多农民不愿意耕田的 那些地方是蛮族的地方 这些蛮族呢 会打仗 有他们的家族性的 就是打仗也有分不同派别嘛 跟着哪一个将军 他们没有那种 英国的罗马那种法律的观念 但是有效忠将军那种观念 这种的蛮族有军队 农民是在荒废农田 那这些蛮族的人 又跟很多时候又跑去报名 去加入罗马的军队 所以罗马就下面了 就有点像中国跟匈奴之间的关系 很像的 下面的罗马帝国又雇佣一些蛮族的军队 有一些的蛮族的又很向往 罗马帝国范围的文明的都市的生活 所以他们就很多通婚的 有一些基督徒呢 是被蛮族掳去做奴隶的 但是有一个奴隶的女孩 带着她的祖母 就是女主人信主了 或者一个被掳去做酋长的太太的 她带着她丈夫信主了 所以这个罗马帝国所谓基督教 就是普世教会 跟蛮族之间是有很多的来来往往的 但是呢 因为下面的罗马帝国亡了 上面就不用说了 上面是蛮族嘛 那所以在希腊跟罗马时期 那些辉煌的希腊文跟拉丁文的文明呢 慢慢慢慢简单的说 书没有人去读了 所以到了大概六百 应该是足够六百 是英国吧 忘了是什么地方 有一个很出名的神父 办了一所学校 就是手上六本十本书 六个十个男孩 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学校的啦 当时这个文史则是非常的荒溃掉的 直到穆罕默德回教伊斯兰兴起了 那回教兴起呢 一下子就扫掉北非洲 本来是罗马帝国 北非洲本来是非常的 文明非常发达的 就是今天的利比亚那个暴君的地方呢 当时是奥古斯基金的故乡嘛 那是很文明很发达的 一下子就给回教扫光了 但是亚拉伯的回教的商人呢 是到处去通商的 简单的说 后来到了组后一千年吧 首先有回教的哲学家跟数学家 他们又受到印度的 他们受到印度的数学的影响 印度人是发明零 零这个数字是印度人发明的 回教又受到印度的数学跟哲学影响 他们的哲学又很发达 然后呢 是亚拉伯的商人呢 把这些普拉图啊 亚利斯多特呢 这些希腊的 还有拉丁文的史诗啊 等等呢 这些书卷呢 就卖了给 比方说西班牙 葡萄牙 卖回到欧洲 所以到了 之后一千年之后呢 欧洲人就跟着亚拉伯人 再读普拉图 亚利斯多特 明白吗 上面的蛮族 没有文明的 那他们没有读希腊的哲学 读什么呢 爱尔兰来的一些修道士 他们是专门抄写圣经的 把这些超好的圣经 带到英格兰的东边 一个小岛叫做阿尤纳 从那里进到德国 他们像德国人 当然当时不叫德国了 这些蛮族传圣经 和教导他们认知 和耕田 所以慢慢慢慢的 北欧就发达了 然后呢 透过亚拉伯人把希腊的哲学 跟文学就带回来 到了主后一千年之后 这些小小的神父开的学校 慢慢变成大学 就开始研究哲学 所以西方的哲学的兴起呢 中间有一段中段的 经验主义呢 就是有了这些古卷之后 就再去研究 一直到了大概文艺复兴 十六世纪 就是马丁路德加尔文 那个年代呢 今天我们博物馆里面 所有的古卷 到了十六世纪 百分之八十都找回来了 就是从一千到一千六百 这段时期呢 是古代的文史则的书呢 传回去 从亚拉伯 北非洲再传回到欧洲的 这个时代 那结果呢 天主教的思想 是深深受到 亚利斯多特的影响的 那真正受到 普拉图的影响呢 又要等到宗教改革的时期 为什么 我不知道 那就是说有不同的派别 一般的是受到亚利斯多特的 亚利斯多特呢 他是上上下下都跑来跑去的 普拉图是专门讲上面的 所以人呢 又有受心啊 有缺陷 又有完全啊 等等 所以究竟天使是比人高了多少呢 他们就会受到 亚利斯多特的影响的 基督教的经验哲学 就会讨论这些问题